在俄乌的部分 我请教一下这个张将军 一个就是你看到 当然双方或有一些输赢了 一个是乌克兰的无人机 攻击了俄罗斯的一个油库 这个油库应该是被炸得蛮惨 它这个大火烧了两天 没有办法扑灭 那另外就是 俄罗斯媒体公布 俄罗斯炸毁了苏美洲的一座桥梁 这个桥梁很重要 是乌军进攻的一个关键桥梁 主要是后勤动脉 所以等于是说后勤动脉被切掉 最近大家都在炸对方的后勤 那有一大篇纽约时报写 乌军最大的恐惧叫什么 滑翔炸弹 因为这个滑翔炸弹 它的第一个重量 介于这个260到3000公斤之间 这个火药量惊人 可以把大夏夷为平地 看到它大概是没有活路 所以乌军形容非常恐怖 速度极快 看到它怎么办呢 只能够把眼睛闭上 要不然呢 泽伦斯基说 俄罗斯在8月份一周之内 丢了750枚的滑翔导引炸弹 那俄军也向东南方的 这个乌军重要补给站 等等红军村来推进 红军村之前立将军 跟我在世界越来越炉当中 有一集特别讲到 这个红军村的重要性 未来就是决战红军村 那集立将军讲得 非常的深入完整 大家记得没有看的话 记得去补个课 你才能够了解 接下来所说的 我让这个张军来讲一下 因为乌军总司令承认 他说基辅 我们基辅 乌克兰呢 希望通过进攻库尔斯克 他把目的讲出来了 有没有 把俄军大量兵力 从红军村引开 来了 我们到这边来打 但是呢 失败了 俄军没有上当 他自己讲出来 这印证了之前 这个立将军的这个揣测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现在 乌克兰的军人都被打光了嘛 男人都灭绝了 差不多啦 所以大量的雇佣兵进来 那有个俄罗斯黑客组织 他就定期去公布一些 这个雇佣兵的死亡人数 这个部分说实话 在各国来讲都是机密 都是机密 都不会讲 那当然这个参考 这个没有各国的证实 也不可能得到证实 但被认为准确性应该不低 那雇佣军 目前他是参战的人数 还有死亡的人数来讲 波兰第一名 美国第二名 这个格鲁基亚第三名 加拿大第四名 到此刻为止 加拿大去帮乌克兰的雇佣军 是一千零五人 但是战死了将近一半 四百二十二人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 俄方的打击 第一个集中在他的能源设施 第二个集中在他的补给线 第三个就是雇佣军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这一方面 就是乌克兰在报复 那个会引来俄罗斯更大的报复 变成这样子 然后乌克兰本来是 这个跨境作战到库尔斯克 当然是要想要引嘛 要把这个前线的兵力 俄罗斯的兵力就会回去 微微就造 就要引到库尔斯克 结果没有 俄罗斯的作战节奏 前线继续作战 他从提押地方调兵前 这样对库尔斯克 所以乌克兰的整个战略的规划 战略取得完全失败 但他并不是从红军村 对 没有从红军村 红军继续想先进 那换求乌克兰的 既然跨境作战 这个地方的乌冬力就担保了 所以乌克兰的算盘打错了 打错了 他本来想要引 他说我攻击这里 把红军村的俄军调过来 因为想想看 在2022年的时候 那个乌克兰战争爆发的时候 因为乌冬地后来吃紧 俄罗斯把在基辅的通通抽料回去 那时候他看 这样的话会能够在乌冬地区 这个战况紧急的状况 这样 那个俄罗斯他会把这些抽兵过去 把这个基辅都解围了 他想说可能俄罗斯 可能也会踩这一招 就跨境作战 吸引他们回去 结果没这样 跨境作战 这个地方没有吸引 反而继续 因为兵力担保 让这个俄罗斯顺锤 推舟直接往西 推 变成这个状况 那库尔斯克的话 变成陷入这个孤军作战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要切断补给线 乌克兰当然在库尔斯克 切断俄罗斯的增援的援军 那同样的 那俄罗斯也会切断 进入库尔斯克这方的补给 大家互相切断补给线 那这样的话就要说 这个乌克兰 这个攻击引来 俄罗斯更大的包裹 我们来这样来看 他们这个变成 大家打到最后面 现在变成战争潜力 看谁最后 所以为什么讲到说 这个滑翔弹过来了 俄罗斯他的战争权力大 乌克兰战争潜力小 他要靠其他的国家 对他火力资源 但是其他国家 对他火力资源 是被动式的 俄罗斯他自己的战争权力 是主动式 我有那么大的雷量 我有那么大的筹码 我有那么大的战力 是这样 我会从其他的地方 从远东地区调兵钱 这样武器过来 所以俄罗斯这样来比的话 慢慢就是一直在 处在上风的位置 那这样的话 整个乌东的地区 因为乌克兰单薄 那就刚好 你刚好利用这时候 我就继续推下去 我还要请教张将军 就是说这个 乌克兰自己的兵源枯竭 到处 这个街上拉夫还是不够 所以现在战场上 有大量的雇佣军 那雇佣军也会枯竭吗 那雇佣军这样子 为什么俄罗斯的黑客组织 把这个做公布 让这些 不管波兰 美国 加拿大 其他的 格鲁吉亚的这些 知道 这个雇佣军不是上去之后 就是好像 好像很轻松 拿了那个钱 这王率超高 对 因为雇佣军是为了钱打仗 对 那现在告诉你这是非常险恶的 你看我们那个 不是有个曾胜光原住民吗 对 对 他后来去了 另外一个也回来了 因为不一样 真的到战场上去看 不是我们看他打电丸 打悟空 那么就是打得热闹精彩 重新来过 不是的 那个刀光剑影 那个血来血去的 就知道了 那现在让他公布 已经死亡的 不讲受伤的 400多人 对 那边会想到 郭佣军你要不要来 要不然来这一把 去两个只回头来一个 对 是这个样子 那个换句话说 在这一方面是 非常险恶的 让这些国局中间 游所搜索 要介入乌克兰战争 你要加入 要小心一点 不然小命不保 是这个状况 那我先来补充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个中国大陆 派这个 这个飞行保险队 到埃及去 因为这是第一次到非洲 因为上次我们知道 在去年的时候 不是到那个 沙特利亚德做表演 也是运游 因为要空中加油 然后带着这些 我们讲带着飞行 飞行表演队 因为他在天均 他的机场在天均 当然先飞到新疆 西部战区 再从西部战区过去 怎么讲呢 是5400多公里 这是还不止 因为他这个飞行不是飞直线 直线不是直线 都是一定都是曲线 因为飞行的国家 你要飞他的航路 所以这样会有多长 是这样子 那可能将我认为将近6000公里 因为是从亚洲飞过中东 再到非洲 是这个样子 所以中途要落地休息 你一定要选个巴基斯坦 或其他国家落地休息 因为飞行要飞8个小时 因为平均的速度 巡航速度大概700公里 这就是整个中国的空军投射能力 投射过去 你看他的飞 因为上一次去利亚德的时候 完完全全 没有确定 没问题 也特级飞行表演完毕 他有三个飞行表演队 还有另外一个 红鹰飞行表演队 另外一个还有天之翼飞行表演队 那三个飞行表演队 因为王牌是八一飞行表演队 这个张军以前也是飞行员 这样飞很累吧 很累 所以因为经过好多次空中加油 那同样你飞过去表演完毕之后 你还要空中加油回来 5000多公里要飞多久 有个分公里 我们总要飞8个小时 所以中途要休息一下 你不能一直飞8个小时 因为你就是一个人在飞 对嘛 而且这是特级飞行员 你要落地休息 中途要吃饭 你不能八小时我不吃饭 你不能我边开边 在飞帐吃便当 上厕所怎么办 上面有那个 上面有那个 那比较麻烦 放尿铺 那比较麻烦一点 不是放尿铺 不是 他有那个 有那个 有一个 以前我们飞行的 都看到那个东西 我们把它踢一踢了 踢到旁边 因为不用 因为我们飞一个多小时 落地干嘛 你飞之前就先去了 这个要飞8个小时 对 要飞8个小时 因为5千6 将近6千公里 这样看 这一定都是受过特训 对 然后是7 我们讲到 他飞行的巡航速度是700 那你要飞8个小时 7 8 5600 5600公里 要这样来算 然后你还空中加油 什么这个还 空中加油不是一次加油 但是轮流加油 一到一半 所以这个就对接到之前 我们看到大陆这个 不是海军吗 到了这个白领海峡 所以海军的远洋投射能力 空军的远洋投射能力 一个一个地进行验证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